大家好,我们今天聊一聊月瑶 月瑶创哨于东汉时期 他经历了唐、武代和北宋 后来逐渐衰退 他起源的创哨的瑶口在现今的浙江绍兴一带 在唐朝时称为月舟 所以大家称它为月瑶 在唐、晚唐和武代时候 月瑶是它的鼎盛时期 素有密色词之称 在几十年之前 在唐在法门寺的地宫里 就发现了多件这个清词 而且在法门寺地宫里 还有一些记录 最后人们认定这些词为 古诗所成的密色词 在唐朝的时候 素有南清北白之称 南清就指月瑶的青色 它在南方 另外北方呢 有名的是行瑶 它主要生产白色瓷器 所以就南清北白 在北宋以后 这个月瑶走向衰退 但是呢 它影响了北宋时期 创造的耀州瑶 还有龙泉瑶 耀州瑶和龙泉瑶 都是青瓷 所以月瑶 也被称为青瓷之母 我们这件藏品 是藏于华盛顿 美国亚洲艺术博物馆 Friere Gallery的一件藏品 它是一个盖盒 它的用途不知 它的盖盒上面 是采用一种印模的方法 你看啊 那个牡丹 非常有立体感 在它的表面的牡丹表面上 有一些细小的划痕 更显出这件藏品的美丽 它的右色 非常光亮 润色 早期的月瑶的颜色 比较淡 泛黄 后来 这种青色越来越深 在有一些著名诗剧中 有这么这样说的叫千锋 翠色 泪玉 泪滨 大家看这些藏品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有机会的话 请到博物馆 实地参观 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呀 感谢观看